大家注意看 以后再想吃香辣肉丝了 在家里你就像我这样做 香辣入味真的是特别好吃 做法比喝凉水还要简单 不会切肉丝的老铁 你可要看好了 外挤肉动一下 然后去掉筋膜 顺着这个纹理 切成大厚片 再切成粗粗的细丝 用清水给它几 最后用力地把肉丝 攥干水分了 加盐和胡椒粉 去腥的料酒 老抽调个颜色 用左手把肉丝抓匀 最后加上一小勺干淀粉 抓匀之后加上少许的食用油 这才是肉丝不粘连的关键 油温三成热 把肉丝下锅 用筷子迅速地扒了开 不知不觉已经分享了几百道家常菜 一直都没收到过您的小红星 上一个视频真的是太惨了 家里面还有三个儿子在养 今天就给点一个吧 拜托您了 把肉丝滑熟捞出控油 锅留底油 多放上一些干辣椒 炒出香味了 葱姜蒜给它爆锅 随后把肉丝下锅 加半勺生抽 少许的蚝油 再加鸡精 少许的白糖 多放上一些香菜炖 快速地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香辣肉丝 香辣入味特别的好吃 喜欢您也点个赞 收藏做起来吧